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主要先看了一下这个序 这本书本身就是传奇 压箱子底的 我可以给大家先预告一下 张爱玲是什么人 大家知道 不知道的话 色界之后更多的人都知道了 那么也就知道胡兰城是什么人 那么胡兰城和张爱玲 这个这一场恋爱 我觉得这个名文人名作家 谈的恋爱啊 好像注定就是为了给咱拿来反复研讨阅读的 对吧 那么这俩人这场恋爱 过去咱们只见到胡兰城说了 胡兰城在什么今生今世 讲的那是这个体贴入微 发好讨好 这个岁月静好 一场这个如花如月的事情 但是呢 据说张爱玲方面 一直保持坚默 对 对吧 从来没说过 那么你看这一对曾经的这个这个情侣 也可以说怨侣 我查考了一下死日是吧 1981年 胡兰城死了 那么到了1995年 张爱玲在洛杉矶公寓死了 他的友人按照他的医院医院吧 把骨灰撒进太平洋 那在他死了之后呢 有人提着好多个箱子 里边都是张爱玲的这个遗稿 那么这个遗稿就这本小说 是一直压箱子底可以说压了几十年的 本来张爱玲生前给友人写信 说要把这个小说销毁 但是为什么到今天 违反了他的遗愿又出了这本书 这个咱们暂且按下不表 是吧 这个下回再说 但是徐老师你先给讲讲 为什么这本书让你这个肾上腺素如此分泌呢 因为我去年的春天呢 在上海的艺术人文频道 讲了八级的张爱玲 就是像百家讲坛那种形式 张爱玲专家 讲了八级 讲完以后呢 复旦出版社也就要帮我出本书 那么我呢 就是说在后面加很多注解 把它变得学术性一点 那这个书一来呢 使得我的那本书颠覆了 有很多细节要重写了 怎么讲 因为我原来的这个整个这个研究 是根据张爱玲的作品 以及其他的人的一些回忆 包括湖南城的精神经事等等 现在他提供了罗生门的另一个角度 很多事情的解释本来他这个角度是空白 都是一个很大 而且张老师你知道吧 以前张爱玲还没见这么写过 我昨天晚上使劲翻床上戏出来了 所以有人甚至说 说李安大概偷看了这本书 说有人的评价是 李安拍的色戒 恰恰是非常精确的讲了张爱玲 性方面的 照他说肉体关系方面的事 没有没有 他里面最露骨的那一段 李安没那么拍 他最露骨那一段是 我们不讲了吧 大家去看吧 我在记忆一页 我现在还是看到 我看你的看方法 就像我们当年看那个金平梅的解本 你知道因为小时候长大时候只看过解本 后来我上这个大学 说在北大有留学生有一本全本金平梅 那就是大家只能是有很短的时间来看 所有的人的阅读速读方法 都是直奔主题 就是那黄段子 没错 一页看完马上下传 我估计这本书 没错 你说这个我还想到在这 我还要向这个石家庄图书馆 这个郑重道歉 在我的这个中学时代 因为我们生活在极不人道的 极度性压抑的这个环境之下 所以搞得我们这些学生啊 见到革命小说里任何一点 有关于这个性的描写 是吧 都爱不释手 大家传抄 所以当年我在石家庄图书馆 借这个小说看的时候 偷偷的把一些相关的段落给撕下来了 苦菜花里面有一段 其实那讲起来很不应该 是讲日本人怎么虐待中国民众 我思的就是这一段 希望咱俩生日真是一天 怎么这一个爱好啊 我看到苦菜花的那一页 卷起来的 没错 那个地方滑滑滑 然后旁边批点 鬼子可恶 鬼子可恶 对 日本鬼子拿钢针扎进我们母亲乳房的这个里头 但是你说因为我们国家当时极不人道的这个性压抑 导致我们青少年学生看到这一段 这个居然起来 因为他至少触碰了乳房 对 那个时候连乳房也见不着啊 只能见自个妈的 以前呢都觉得张爱玲写信呢 是非常含蓄的 以前水晶曾经表扬过他那个红玫瑰白玫瑰里面写信吗 说这个男女一握手 那个女的肥皂泡沫留在男的手上 董正宝手上 然后他就觉得肥皂泡沫在吸引他的手指 那个很多人圈圈点点说 你看张爱玲写信 我听了这种就简直 还说他那个水放出来 水龙头 那股水里边有一股暖暖的心子 从里边暖出来 当时呢用来对比的是 玉大夫那种偷看人家洗澡 多么美丽的乳风啊 多么丰满的大腿啊 一感叹号 他说当时人家评论家说 你看那些男作家多出炉啊 看女作家写的多含蓄啊 这次你看张爱玲了 你这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首先啊 刚才咱们说的都是假设性的 因为这是小说 可是为什么他的朋友们考虑不想让他出版 张爱玲也想把他销毁呢 当年这个信上也说的明白 就说太容易让人对号入座了 周围的朋友都知道他里头说的是谁 你知道吗 他张爱玲是当一个自传体小说写的 虽然他不爱这么说 而且还尝试改嘛 而且就是你就看到了 我就做一个 我就发现有些人的这个恋爱 连一个细节都成为公众话题了 比如说从公布红尘里边拍 那时候秦汉拜访林青霞 那就是湖南城看了杂志上发表的张爱玲的小说 然后要去张爱玲住的地方去看 你是不是就这一幕 在这个里边同样的细节 真像罗生门呢 湖南城这么说的 张爱玲现在是这么说的 甚至我还发现 原来有一天你像我这低俗的 我发现就是说原来有一天 湖南城说明天有事不来了 然后你说两个人有缘 有的时候非常巧 张爱玲那一天呢 就突然想拉着一个女朋友 到一个画家家里去看画 到那一看 湖南城就在 其实是湖南城带着太太 这里边还说湖南城 那个时候的太太是个歌女 还挺漂亮 湖南城带着太太在那打麻将 然后因为这个事 后来湖南城挨了他太太一嘴巴 你想你想这个张爱玲的叙事 她就这么个角度来说这个事 我在那个讲座里总结过胡四招 就是说你看金生金事你知道吧 湖南城他不是五六个女的 就是百战百胜 每个大家都对他这么好 而且都给他钱花 我当时总结过湖南城的胡四招 第一招田言梅语 对不对 他这个田言梅语不是一般的 他这个金生金事里讲 张爱玲一来 金不是这样金法 燕不是这样燕法 然后世界要起六种震动 对不对 所以后来他不是单单对张爱玲一个 你后来看到那个小周护士 小周护士沙滩上他的那个脚印 踩出来渗出来那个露水什么什么 然后那个范 那个四十多岁的那个寡妇 陪他下乡的那个 他又一大片的颂歌 牡丹了玫瑰了这一大堆 他第一 这是说女人爱听好话 这是第一招 第二招 他马上结婚 忽兰城的结婚概念跟我们现在略有不同 他不管的 他一夫多其次的 我学了一招 他基本上照我这个非常低俗流氓化的理解 就是说老聊天不行该上床了 那说到该上床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就是说我不想跟你光恋爱 我想跟你结婚 到后来张爱玲明白 张爱玲一开始不明白 那他二十几岁的小姑娘 说你没离婚怎么结婚呢 后来活着有所恶 原来胡适的结婚 就是上床 不是就是说不离婚咱也结婚 胡兰城还真这个意思 他不是那个四十多岁的女的陪他下乡吗 他一路照顾他吗 后来他后来精神真实里这样写的 他我对他实在感激 无以回报 只能以身奉献 行男女大礼 他就叫男女大礼 他觉得这是奉献 所以第二招就是婚姻 一上来就结婚 第三招是什么呢 就是花女人钱 他的一婚姻以后花女人钱 那女人很开心 就觉得你不把他当外人 完全自己人 他说过 这胡兰城有一句话 他就是说 后来他不是又跟一个小周了吗 这时候实际上 你跟张爱玲已经结婚了 然后他跟张爱玲怎么解释呢 就是说 我是这客戟待人 就是我把咱们俩是自己人 他是外人 客人 我当然要照顾他了 所以呢 我不能 小周问他要结婚的时候 要办仪式的时候呢 他就说 我张爱玲那边还没办仪式呢 那不能先跟你办 就是他矫情的时候 都矫情了特有文采 日本投降的时候 他要逃难的时候 他就把小周叫过来 他说你等着 我现在 中国古代夫妻啊 男的逃出去 一十年二十年 女的在家里等着 常有的事 那小周还真在那里等着 他就这么逃走 后来他还念念不忘 真的要把他弄回去 还有第四早 第四早 坦白 就是说他跟一个女的好的 他马上说 把他前面的几个女的 一一都告诉他 他 他绝不隐 他不偷偷摸摸 他就告诉你 你看我老婆 第一个老婆是这样啊 而且他不说别的女的不好 这点是忽兰城跟人家不同的 一般现在的人 每个都好 泡妞啊 一上来就说自己老婆不好啊 自己以前怎么挫折 他不 他说以前桃花柳花 但是呢 你看你现在更好啊 你说对女的来说 就有一个 我当时推理啊 我说为什么女的吃这一套呢 就想 你看女的都想成为男的的最后一个 男的都想成为女的 这里边还有一个 我觉得有一个时代的 就是这个不同啊 你其实要说 比如咱们往前推的话 说欧洲最有名的 就是开放式婚姻 那就是萨特和德波娃 两个人也说好的 也都很坦白 萨特告诉他 我后边还要小姑娘的 这个德波娃也很开放啊 他说我接受 还给他介绍 但是同时不同的就是 德波娃自己也找情人 也不隐瞒萨特 而且后来他们的 他和这个美国作家 这个情书写的很 都出书的 然后这个 这两个人就拉平了 你知道吗 这说 不是说德波娃 他心里没有所谓的 小女人的那一面 他有战友 都有 都很痛苦 都有人 实际上都有人 这样 这个这个 这个时代是不一样的 不光是礼教的问题 这个动物界 你就全明白了 没错没错 是要有战友 就是有独战 过去我在男女关系方面 困惑不解 后来我去了一趟肯尼亚 我看见那么一群 那个羚羊啊 好家伙 我就发现了 我全明白了 就是一个公的羚羊 旁边几个母的 不断的 因为十米开外 又有一个公的 然后那母的就冲那个看 那个公的就公公公过来 把这女的圈回来 忙啊 然后这女的又往那边去了 没错 公公又把这圈回来 我一看我就觉得 哎 全明白了 就这么回事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一说起这事 怎么这么兴奋呢 这地上卡了十四分钟 薛老师这话只有五分钟 赶快说说重点 重点 我还就讲 那个你根据湖南城的描写呢 张爱玲是一个 很超脱飘逸的女子 就是说按湖南城的说法 她到了武汉 又跟那个小周护士好了 回来就告诉张爱玲 张爱玲没说什么 可是你看这本书吧 很简单 张爱玲就是一个普通女人 她那个嫉妒 那个恨了 那个 但是她又离不开 怎么办呢 就是说你不想失去她 你怎么办 总而言之 那非常多的嫉妒 还有很多几个场面 是原来没有出现过的 比方说一直以为 湖南城吃软饭吧 可她里面讲的 那个张爱玲跟 这个不张爱玲了 小说的女主角 跟小说的男主角说 我欠我妈妈的钱 我妈妈一直就是说照顾我 然后第二天来了 这个男的就拎了一箱的钱 就给她 就是说她当时 她觉得收不好 但是她想 我要还我妈妈的钱 她就收下 那这些细节呢 其实是 当然这是小说细节 但可能是真的 对吧 我想她 对 那么另外还有比方说 说她非常在乎婚姻 她就是一直盯 就我们的问题怎么办 然后后来呢 她这个男主角在这个小说里的男主角 就同时给她两份离婚启示 就她有 其实原来有两个女的 这两份离婚启示放在她面前 然后这个女的就忍住不乐 其实心中不乐 所以这些其实是就普通悲欢 就真是一个很普通 很实在的一个女人 这个 张爱玲 我就觉得 你看那个胡兰城 其实我觉得 胡兰城不是一个大多数人 都能理解的人 对吧 她自有她的这个 这个妖魅之处 但是呢 胡兰城写张爱玲 我看的印象 她就是叫惊为天人 对 但是你看了张爱玲的心里呢 你就觉得 实为女人 实为女人 她就是一个女人的心理 里边有一段非常典型的对话 就张爱玲 那个男的看着女的脸说 你脸上有神光 那女的就是说 涂的什么什么 这是我的皮肤油 就涂的护肤油 对 对 对 张爱玲对话就非常 而且说明性格 但是就是说 这里边 我又觉得 他们两个的这个差别 就是很有意思 实际上张爱玲 一直是一个大家闺秀 没有什么男性的经历 这等于她碰到第一个 而且是正当年 你想她23岁一个女孩 没有什么经历 这38岁是男人最好的时候 要脑子有脑子 要体力有体力 一匹好马 一匹好马 对 小抓鸡 你还是老马了 对 真的是 胡安城到后来 那咱们不知道 这时候正当年 那真是上帝的一个礼物 他因为 你肯定看过肉谱团 你记得这个肉谱团里边 有这个 这个胃央生 就是全活 你知道 就是说他什么呢 他勾引了这个女的 这女的就是 我记得是一个叫什么 这女的 他以前两个男人 一个是书生 书生 就有才有貌 但是就是说 叫什么 叫什么 刃短什么 反正就是说 他那个东西不行 兵器短 后来这个 魏杨生看了 这个深夜电视的广告 做了这个 这个增值 增值 增变大 对 那是后来 就是书生 后来被这个女的 过度剥削 就不到一年 就患弱症而死 然后他后来 这个女的就找了一个 叫全老师 这全老师又粗又笨 但是就说 他像棒锤一样 所以这女的 也就死心塌地 但是见了 魏杨生才知道 书生又风流 风流提躺 而且就是说 真是一匹豪马 但是你看 三样俱全 我这个低俗化 我估计 胡兰城就是这种的 张老师 就魏杨生 我还就记住了 张爱玲 唯一的 他比喻 这个很有意思 他比喻 就你说的这个棒锤 对吧 挺有意思 我这低俗化 说这个有一次呢 这个女主角 坐在男主角的腿上 原来俩人一直是轻弹 对吧 后来坐在腿上 坐在腿上 我发现 胡兰这个张爱玲的 这个纹笔 她说叫什么呢 突然感觉到 有这个东西 在坐下鞭打 这是什么呢 老虎狮子 打苍蝇的尾巴 裹着绒布的颈棍 这个形容 是吧 而且是 它有两个层面 两种程度 而你看从 就是说胡兰城 我们以前没看 平过张爱玲 张爱玲啊 对 裹着绒布的颈棍 对 裹着绒布的颈棍 老虎 破大苍蝇的尾巴 这张爱玲 很少见到他 这是比较 但是动物性很强 但是这个在我们以前 你很不注意的 很小的地方 我不知道是今生今世 还是什么 你要看他 这胡兰城是 就是这个采花大道老手 他跟胡兰城 很少的一句话 他跟张爱玲 一起散步 根本没有这些事的 刚见面两次还是三次 就是说 全在谈天外境 他说一句话 不是 你看这要紧处 就是他说 你的身材这样高 这怎么可以 然后张爱玲 马上就大红脸 这其实就是在打量 一个动物在打量 另外就咱们俩身材般配 其实已经直指这个姓氏了 是咀门体位的问题 对 不会把幽默化的理解 你这 很厉害 脸红什么 不能因为我们这个个人的趣味 把人家张爱玲的小说给歪曲化了 他自己讲 他写这个小说 其实他并不是说为这个当年的爱情算旧账 照张爱玲自己的话说 他也是真想写一个小说 他想写出男女感情的叫百折千回 然后在这个惊涛骇浪过后 他用了一句话 叫总还是有点东西在 这是他的一个设想 非常非常耐人寻味 七五年 咱们这儿是什么天安门事件的 文革快结束那个时候 他就是全心意的沉浸在他的两个人 一个乌兰 一个男人 和他的一个母亲 这个很复杂的关系 而且我插一句 你注意到没有 他在给朋友写的信 张爱玲发表这本小说 他顾虑是什么呢 他管这个 那个时候已经跑到台湾的湖南城 他们叫无赖人 就是说这个书要是一出版 那个无赖人呢 他可又得了意了 用无赖人三个字是谁 是张爱玲 张爱玲 就说明他晚年对湖南城是个什么印象 就说包括他的朋友说 那个无赖人 他要是看了这本书 更加要洋洋得意的写文章 说我原来跟张爱玲如何如何 但是这个湖南城是这样一个人吗 我觉得是 他今生今世就是那种 这种沾沾自喜 这种 总而言之 你已经这么伤害人家了 你这基本上你就保持什么 你看相比之下 珊瑚就是另外一个 对 这里面 当年也跟张爱玲好过 好过 这个一直没有得到证实 珊瑚自己没说 这个 这个说起来 你看他的小说 后面写的这个艳山 其实现在这个宋奇也指出了 是指珊瑚 而且他关系很深的 他里面看出来 他们关系很深的 但从前有一段 我刚才跟你讲过 那个 那个 湖南城在他的房间里 那个珊瑚打电话来 这都是隐喻 那个男的打电话来 然后那个 那个女主人公就 一接电话 就只觉得电话里边 像列车一样轰轰响 他的两个世界要碰撞 这都是很文学性的 但是你想就是说 这个事情从来 以前从来没批过 那个珊瑚最后两部电影 就是游园跟这个女局长男朋友 都是陈彦华做女主角 所以呢 我们那个时候还去找过 问过珊瑚这个事情 所以是怎么说都拉上点关系 珊瑚的最后的两件事 然后但是珊瑚呢 珊瑚从来不说这个事 这是个男人 就是说 湖南城在这点上 我就说他是个大游物啊 是他的非常高高高超的手段和身段 但他真的品格不高 我觉得他属于有情无意 但是我也受这个 张爱玲我觉得是 但是我也受这个 有情有意 但是这个在性观点上 实在不太开放 不是 不开放 但是我也受这个 陈丹青老师的一些影响 我觉得也不要贸然 评价别人的人格 你这个人格这个问题啊 不太好说的 你说湖南城一定就人格不好吗 这这他喜欢女人 或者多少几个 喜欢女人很好 人格还是人格不好 而且你像陈丹青不是说吗 像这种出轨的行为 很多人都有 对吗 但是呢 湖南城呢 是个诚恳的人 我不觉得诚恳 诚可能可以 我觉得他技术很高 他有四招 你看你是技术 而且说他特别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